嘻哩哗啦滴滴答答 没别的声音了吗 连日下雨下不停 台北今年截至23号54天 就有48天与神同行 阳光只露脸6天 连气象局都发出协讯公告 要太阳公公快回来上班 衣服也不会干 人也快要发明 感觉就像快长香菇了 可以出一点太阳吗 太阳公公 台北新屋只有6天出太阳 宜兰更少只有5天 不过最惨的恐怕还是基隆 今年至今跟太阳说 Hello的日子只有一天 堪称全台真正语毒 今年都一直都 吓很久了 真的是很烦啦 吓得大家都发霉了 网友怨声载道 直呼没忧郁症 都快搞到有忧郁症 不少人更抱怨 厨师机开整天还是湿湿湿湿 专家教你怎么有效厨师 地板的话 我会用电风站队的吹 加油湿的话 马上随时擦干 鞋子把它塞起纸张 加一个干燥器 房间门窗关闭 再把暖气及厨师机 同时打开厨师效率直飙升 想要衣物塑干 除了把红衣机内加入干帽巾 也可把贴身衣物放入纸袋 边晃边吹热风也超有效 与神同行把握几招 小Peple 太阳光光不上班 也能防潮速干 记者朱定荣 姚立强黄玉兰 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